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動一動有沒有比較好 還是睡得更熟喔 睡得更熟 我們很快速的進入到我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啊 打仗的時候 是1941年 我们刚刚讲到的还记得吗 我们什么时候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1945年 可是1941年就在 小怕 就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请问这样时间上的重叠 造成了台湾人很多的历史记忆的薄弱 你在打仗的时候你会顾什么 顾逃命 对吧 你还会管我现在变成谁的了吗 还会管现在的国际地位是怎样吗 你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记忆 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就是这样 而且 1945年的9月2号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迈克阿瑟将军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那个时候呢 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的4月1号 颁布明治宪法 1945年的9月2号 战败投降 那几个月而已 三四个月四五个月而已 对不对 可是 这样啊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 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吗 我们台湾的领土 是 你只要颁布的那一天 就像你跟你 太太跟你先生去结婚 身份证上面 后面是不是已经有他的名字了 一分钟而已吧 三起一分钟都出来 旁边多了一个人的名字 这也是这个意思 你已经签好了 所以 即使他战败投降 他如果没有再签 土地权状 把台湾跟澎湖哥让出去的话 台湾的领土主权 还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这时候呢 美国 麦克拉瑟将军 同盟国盟军 最高统帅 他颁布了 什么 他要将日本 五马分尸 有没有这么恨他 有哦 日本偷袭美国的 珍珠港 我决定要把你们日本 五马分尸 因为我怕你们帝国主义 再度崛起 所以 北方四岛 交由 俄罗斯再管 然后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 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交给蒋介石集团 代理占领 他把日本五马分尸 就是不要让你 再度崛起 那为什么 美国要将 台湾跟澎湖交给 蒋介石集团 其实 美国 他的想法很单纯 他只是觉得 华人或许会散待 华人 他很单纯的 这样感觉 可能语言比较能够沟通 他没有想到 以后发生这么多悲惨的事情 1945年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之前 有两个月的时间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一个国家 没有政府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暴动 要不要趁这个的时候 抢劫 全联 星巴克 7 趁这个时候 能动乱就动乱 对不对 没有政府嘛 可是 我们经过50年 日治时期的统治 我刚刚大致是都有看到 我们过着在读书 培养了什么 武士道的精神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这时候台湾人民的素养 已经高达到 你两个月都没有政府的 期间 没有动乱 没有动乱哦 相信吗 很难得 那要有多高的文化素养 才不会暴动 而且自动成立自卫队 在这两个月的期间 好好的 等待管理台湾自己 人民 然后等待什么 所谓的 回归祖国 当时的人的想法 可是为什么 经过50年日治时期 他们觉得 哦我们还要回到中国 的怀抱 只有一个原因 你打输了就要认输 那就是 我们台湾人 那当时就是想说 我战败嘛 我不要成为战败国 我要成为战胜国 他想说 中国 蒋介石集团 那个时候他跟美国 他们是同盟国嘛 他感觉 他是战胜国啊 我如果是回归祖国 我就变成战胜国 有可能 没可能哦 因为你的领土主权 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 战败就是战败了 所以当时 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 哇 台湾 保抖了 六百多万的人口 物产风扰 一年三收 鱼米之乡 人口不多 但是每一个人 都很有钱耶 遍地黄金 这个时候 我想要把台湾 占为己有 因为 那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中华民国 国民党在 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共产党在 国共内战 这个时期 所以他来到台湾 看到的是什么 物产风扰的物资 他将台湾 所有的物资 全部收刮一空 运去支柱 他的国共内战 请问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 经济崩盘吧 物价通膨吧 然后他再用 四万块换一块 然后 公然抢夺 台湾人民的财产 三七五减租 大地主变小地主 一九四六年 一月十二号 用一道行政命令 强迫将 现场在场 所有的人 全部 更换你们的国籍 违法 所以我们现在拿的那一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就是这么来的 他想要将台湾 降为己有 他没有想到 台湾就好呀 可是这样的情形会发生什么事情 1947年2月28 屠杀事件 228屠杀事件 我一开始是不是有讲到 我是政治能感 原本 以前 读228 在历史书上读到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228历史的事件 你会去想到说原来你有办法真的去感受到 哦 原来他真的很残忍耶 我们刚刚讲日志时期培养了什么 有理由吗 有原因吗 没有 以前 没有感觉 可是现在 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会觉得难过 原来他们可以完全组成一个坚强的内阁 议会 他们可以 好好的救台湾 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政府 因为我们在日志时期已经培养了这么高的文化水准 结果就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 所以屠杀了2万到3万的精英 之后 进入什么 世界上最长 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时期 长达38年又56天的白色恐怖 足以将在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洗脑 你如果是再跟他说 你拔名字就不去了 用这样的戒严时期将你们所有的人都洗脑 不敢说 让你们不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所以 2.8历史的事件 多么的可怕 尤其高学历 尤其高学历 我弟弟那时候问我 我在跟他讲这时候 他就跟我问 他读台大 台大毕业生 你是不是很高 很聰明 我跟他讲这时候 他就跟我问 物价通膨 物价通膨 本来4万块换一块 因为他要控制 这样的一个物价通膨 所以他一定要用4万块换一块 这是合理的啊 在经济学上说 他一定要必须这样子 才能够将物价稳定 我说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 但是 请问物价通膨是谁造成的 蔣介石集团造成的 你知道他们来到台湾的文化是什么吗 操维嘛 破迷遥嘛 来到台湾 然后啊 有听过吗 一个当兵的 其中一个兵 他就跑去杂货店 买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啊 回到家 就把墙壁挖一个洞 把水龙头插进去 然后转 怎么没水 然后再拔出来 然后跑去问那个杂货店老板 你这壞掉了呢 有行吗 他们连自来水是怎么来的 都不知道这样的文化落差 要来治理台湾的人 一定会流血喔 228事件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的 历史的精英 就是因为这样的被残忍的屠杀 在经过白色恐怖 所以在场的人全部都被洗脑成功 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作风 包括啊 你们都不知道现在的 诶 你们知道啊 有讲师跟你们讲过 现在你们手上拿的那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背后有一个条码 有不 这就是 有计划性的 有效的 将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我们本土台湾人 不比他们更厉害 我们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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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有钱 那是他们来抢夺我们的财产 用各种的政治制度 公然抢夺台湾人民的财产 才会变成 我妈妈打掃时没那么厉害 就是这样 多少人饿死街头 可是呢 连美国都没想到 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民国于国共内战的时候战败 他被赶出他的首都南京 一个政府离开属于他的国土的时候 在这一刻他就成为流亡政府 除非他能够再回到他自己的国土 他才能够恢复他正常的国土 他正常的政府 所以目前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 因为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样了解吗 美国没想到他竟然成为流亡政府 那我们会问说 这样子你应该要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啊 一个流亡政府怎么可以让他代理管理呢 美国有想过 他有想过要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 可是没有国家愿意收留他 然后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 好死不死 發生了韩战 美国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对立的 他必须反共 他自顾不暇 已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 又发生韩战 他为了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去扩张 他必须制止 他没有时间管台湾 所以又没有人愿意收留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只好将就的 没办法他管不了嘛 自顾不暇 就让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代理降临台湾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这样有久了吗 应该要将政权还给本土台湾人了 是不是 因为反共牺牲了谁 台湾 但是他们知道 台湾跟澎湖绝对不能交给他 因此1952年的4月28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条约 就金山和平条约 这就是我朋友问我的 在合约的第二条不是声明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 的主权权利了吗 为什么你们还说是日暑美战 因为日本天皇的主权 领土主权并未放弃 这个法理它是深奥的 可是我简单的讲 我现在是不是站在这里上课 这一个地主啊 这个教室 这个地主他跟我说 我没想要管 我没想要管这个土地上在做些什么 就交给你管 所以我把它拿来上课 那这块土地我可以说是我的吗 我在使用耶 我可以说是我的吗 不行 它是不是有地主的 因为土地权壮在 日本天皇的手里 他只是放弃了管辖权 他的主权 他的主权 义务并没有放弃 所以他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他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他必须 我可以在这块教室上 我可以放火烧教室吗 我可不可以 来破坏这块土地 虽然他说他交给我使用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义务来关心 我在这上面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日本天皇对台湾有残留的 主权义务 但是会有人问说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三个公报在在不是都讲说 开罗宣言波茲坦公告 日本乡书不是都讲说 台湾跟澎湖要还给中国吗 那为什么 没有还 因为 三个公报都是单方面的认知 它不是正式的条约 刚刚就有讲了 从下官条约签订的那一张土地权状 一直到旧金山和平条约 包括到后面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在将台湾澎湖给各让出去 所以三个公报呢 它也不是正式的条约 这是单方面的认知 单方面的认知因为打仗的时候 他说 他就说 救是他的 他也说救是他的 你要给他承他 救是他的 所有的人都说球是他的 可是这个球啊 就购买發票的证明在我的口袋里 那球是谁买的 我买的 救是我的 所以土地权状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台湾的领土主权 非常明确的就是在日本天皇的手里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它是主要战胜国 因为它在日本投下了 两个原子弹 因此它有权利去分配日本的领土主权 所以美国是我们台湾目前的佔领国 主要佔领国 日暑美战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啊 有一个观念喔 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个是跳蚤 大家知道跳蚤啊 是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 我之前就想说 其实我们在场的人 如果都是跳蚤 我们跳得这么高 然后这么厉害 我们有一天喔 我们给跳蚤做一个实验 我们拿一个盖子喔 把跳蚤盖起来 你拍桌子 它就会跳 啊跳它就会弄到头顶对吧 啊你再拍 请问它还会再跳这么高吗 不会喔 它就会跳低一点 这样有聚吗 就聚的喔 然后你就把盖子再换低一点 你再拍 它就一直降低它的高度 因为它为了不要去撞到上面嘛 然后当你把盖子一直换到接近桌面的时候 你再拍 它不跳了喔 它用白 然后你把盖子拿开的时候 已经没有盖子了喔 你再拍 请问它会跳还是会爬 它会爬 它就不是跳蚤了喔 它就变成爬蚤 它就不会跳了喔 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喔 原本是跳蚤 现在都变成爬蚤 经过中华民国七十年的洗礼之后 你会发现别人喔 跟我们讲什么 我们都不容易接受 我们跟很多一些西方国家 那样开放式的教育喔 所交出来的人 其实思想上 差异很大 我们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我们大部分都会自我设限 然后自我主义 观念是非常的强烈 你很难先去接受一个新的事物之后 再去判断它的真假 我们一定要看到事情的正反两面 你才能够有权力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嘛 这就是你要有勇气去接受新的事物 不要总是自我设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对方讲话 还是人家在跟我们讲一些新的资讯 我要听的了 要听得下去 我们才会有机会 像现在大家来民政府上课 我们即将接掌政权 你要想 当你有机会为台湾做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机会 终于 有谁发现了台湾真正历史地位 大家有看过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吗 有恩导吗 有恩导啦齁 经过这么多年 他一个人这样子奋斗打拼到现在 还好头发这么黑齁 有恩导啊 2006年10月24号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带领228名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 他很坚持齁 为台湾人走一条路 大家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发现的 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齁 几乎快半年足不出户 读那个原文的书啊 英文原文的国际战争法啊 然后那个万国公法啊 叠起来跟人一样高 他从那一大堆的原文书里面 去找到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然后去控告美国 所以2008年的时候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 及people of Taiwan 诶 这句话很可怕 你们都不知道有多可怕 我们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大教室里面 是不是每个人都穿的跟我一样 我们在专训 专训的时候啊 我们今天有一堂课 叫做ID身份证的审查流程 这个审查流程啊 开始大家就有很多的问题 诶 如果今天 你 跟 你是本土台湾人喔 然后你娶了一个 越南国籍的人 你生出的小孩 是什么人 是台湾人还是越南人 是越南人 越南人 有恐怖喔 为什么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你想说 你生出的小孩 会是台湾人 不是 我们没有国籍 他有国籍 所以 依附有国籍的 有恐怖喔 台湾国籍地位正常化 有没有突然觉得跟自己很 突然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跟我们很有关系齁 所以 如果万一今天我嫁了一个飞翁 我生下来的小孩会是 小飞翁 欸 很可怜欸 所以 这个 无国籍跟我们真的是很有关系齁 然后大家 刚刚我们在那个教室齁 所有的人都在争论 那 为什么就不能依附台湾 因为 你就是没有国籍啊 然后 那为什么跟中华民国的人结婚的话 可以是PTW 我说这个很深奥 可是呢不管怎样 你就不是TW 生下来的小孩就不是TW 除非你追溯 我们有办身份证的就知道 你追溯到上面 你的爸爸妈妈都是本土台湾人 你的身份证才会是TW 就是本土台湾人的意思 不然你只要有接触到其他拥有国籍的 我们的无国籍就是 输了 所以2009年4月7号 他判定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都不能加入联合国 不是中国打压你耶 不是 是因为 我们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因为我们是被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所代理管理 他是流亡政府 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国籍国家 他怎么可以来管理我们台湾人人民 所以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炼狱 所有的本土台湾人 有计划性的被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大家都不知道 美国联盟最高法院有受理本案 我们是第二次世界担任之后首次 依照国际法政政法就经商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 最后2009年8月6号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我放弃 承认你们说的是对的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时候应该 是不是美国应该要把政权还给我们 对吧 应该要还给我们吧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擱置本案代审 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要擱置 啊就已经承认了瓜哥自 因为啊 你敢有人可以这么净款 我给你问 我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之后 请问你们谁要来接管政府 选拨一个县政府县长是谁 是不是 我美国给你们公平 我没有要求你要多少人 当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带 一千名的公务人员 台湾那时候是有六百万人民 现在台湾有多少 两千四百万的人民 一比六四比二十四 等比 所以现在在场的各位 就是坐在这里的原因 四千名的公务人员 美国说 你最起码 最没有你们最少你们 要有 性积名的公务人员 对吧 我现在要搞什么 这就是各位在这里受训的原因 各自本案代审 但是我们第一次控告完之后 我们的第二次 控美案大家知道吗 知道齁 我们的二都控美案 就是跟美国讲 我们要完成啊 你中华民国齁 要不要抗辩 要不要答辩 不然我们要接净款啊 二都控美案 所以三月 我们今年的二月 二十八 我们又再次控美 然后我们三月十二在美国 有召开一个国际的记者会 这个就是告诉他们说 你们现在看看 我们在五月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五月的二十九号 美国必须要 中华民国必须要去美国做答辩吗 不答辩啊 宣判了喔 那大家知道 美国法院把那个 寄那个 要出庭的那个 那个文件 公文 寄到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他们那里去的时候 拿到的时候 站上去有没有 看一看呢 再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推荐 咦 咦 咦 你可以推荐 不可以推荐喔 美国很生气喔 你如果不来答辩喔 就判你输 所以五月底 他必须答辩 我们台湾民政府六月十七 也会再次答辩 所以大概六月底七月初 可能大概会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结论出来 有没有很期待 今年如果就要接掌政权 各位准备好了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 没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人 趕快去办 我们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在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全球194个国家 可以通用 如果有出国 你可以去试试看 去美国白宫也要靠这个 这一张身份证进去 如果各位有拿到身份证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看好不好 可以看到12道防伪晶片的那个防伪线 所以不是假的 可以去试试看 所以中华民国 等于台湾吗 以假论证欺骗台湾70年 封锁控制媒体台湾 讲到这个啊 现在啦 各位可能最近 比较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可是以前 大家都会问说 你台湾民政府怎么没打公狗 对吧 请问媒体在谁的控制之下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控制之下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控制之下 他是台湾管理当局嘛 媒体啊 跟你们讲 我们最近接受很多报纸采访 他们啊 私底下那些记者直接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些报导写一写 还要经过上面的批准 上面叫我们怎么写 我们就得怎么写 他们喔 来采访指示给你照照相 他们其实原本喔 就已经拟好了那个稿子 他就是要把你给你帮 啊他们接受谁的指示 可是 即使是接受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指示 以前啊 想要让你曝光 都不要让你曝光啦 可是最近为什么台湾民政府的报导一直出来 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有 一直出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局势在转变 媒体他们也知道 你整个国际情势 连国外的外交的杂志 政商的杂志 电子报上面都有我们这一次 5月17号去日本行 的版面 登在那里 这个就是什么 整个局势的转变 他们要看得懂 看得懂 我们台湾人也要看得懂啊 明天喔 今天16嘛 明天17 对不对 明天17晚上6点半 有没有上过我们的官网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有起来过吗 有的人没起来喔 你可以叫你儿子 或是帮你打 我们的官网上 会有那个直播 我们这次日本的政党招待会的直播 在明天晚上的6点半 可以上去看 可以看到喔 我们台湾民政府办的 每个女生啊 穿那个常礼服 有没有 妖娇美咧 然后男生喔 穿西装鼻腾 又打酒酒 英俊挺拔 然后参加那个日本的政商酒会 还有美国 也会派人去出席 这个政党酒会就是告诉日本人 我们买这次啊 你们喔 赶快履行 你们该对台湾尽的义务 让日本天皇知道说 我们是你的臣民 所以在在的台湾民政府 现在的脚步非常的快 如果各位同心 你们有去跟 在台湾民政府待很久的 我们一些志工啊 还是一些很久的一些同心 你们去聊聊 你们就会知道 台湾民政府现在 整个就是依照政府的运转 所有的脚步组织 全部都是照着在走 所以包括现在的规定 都会很严格 我们现在整个职务 这样子一关一关刷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是很严格 因为它在保障 各位同心的权利 执政以后 或许民进党 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 可能会进来 那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要一关一关上去 才对我们有层层的保障 所以 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控制之下 不用怕 即将要执政 但是我们要知道 捏造台湾的历史真相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肇事选举 你拿着他的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去投他的总统议员 你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要做他的国民 你们想跟他走吗 他们的领土剩下哪里 你们知道吗 金门 马祖 还有平坦 很小呢 没有台湾好啊 然后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台联党 你现在所有喊得出来的政党 全部都在谁的控制之下 中华民国 民进党也是吗 大家知道他登记什么吗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他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他要怎么跳脱中华民国 不可能 蔡英文啊 他有出过一本书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哦 所有的那个国民党 民进党的人都 嚇到了 就攻击他 他说你头脚掉了 可是他讲的是事实啊 他为什么出这本书 他想跳脱 可是他没有方法 只有秘书长的方法是对的 他去告 我去告你 所以美国他才必须 协助本土台湾人成立属于 本土台湾人的台湾平民政府 才能够接掌政权 你如果没有去跳脱中华民国的体制 你就是不可能 台独不可能 台湾的领土主权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 所以我们要了解 讲到这个哦 你就会觉得说 台湾好像快被卖掉了 中华民国会好好的治理台湾的话 就不会每天 没钱就在那里挖马路啊 啊这个代表什么 我姐姐哦 她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 欸 我们公司快倒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害的 我说你太偏激了啦 那你公司快倒了 关中华民国什么事情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我姐姐的公司哦 是卖这个投影布幕的 这个 摄影机投影布幕哦 她就说 我跟你说 她们 都会配合一些公家机关 公家机关学校 每一年啊 都会补助她们去买这些器材 这些设备 从最早的啊 一万多块 变七千多 再来六千多 现在啦 前几个月变四千多 请问 四千多可以买台湾制的这些东西吗 我姐姐的公司她们是自己 台湾的制造商嘛 四千多块 可能身份就不够了 要怎么买 啊请问要去哪里买 可以买 淘宝网 中国 中国就买得到了 你有感觉很贵魂的吗 变相的 将台湾的钱 给输出去 请问 拨给公家机关的钱 是谁的钱 再做各位纳税人的钱 结果没办法 买台湾人的 自己自己图利我们自己的厂商 结果要图利 中国呢 中国才买得起啊 有没有很过分 不知道我们缴的纳税人的钱 都缴去哪里了 结果反而自己的公司快倒了 所以 我姐姐跟我讲完的时候 我才有一种感觉 原来 大大小小的政策 可能真的都在出卖台湾 只是我们没有感觉 一直到自己的亲人 你看我姐姐这个事情 可能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你从这小事情 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在所有的政策 都在做什么 买台湾 你看像台湾民政府的广告 我们现在都有在看了 蘋果日报前阵子大家有看到吗 一个整篇200多万大篇幅的那一篇 免费帮我们看的 有看到 有人看过吗 那一篇报道 有的有看过 200多万耶 那一个是很重要的版面 在那个版面上啊 为什么要帮我们看 他的标题 或许你可能 不知道的 你读到可能会误解 可是他的内容都是正确的 完全就是帮台湾民政府 免费的做广告 真的是很赞 不然200多万耶 我们也看不起 所以你还敢相信 你看到的眼前 看到的就是真相吗 媒体跟你报道的 就是要给你洗脑的 中国就是中国 不是大陆啊 我们有欧洲大陆 有亚洲大陆 有中国大陆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 只能简称大陆 中国就是中国 没有大陆 大陆有很多个大陆 所以 新闻什么 大陆怎样怎样 他在分化大家 对他的一种情节 其实 这个都是 我们讲说一个政治手段 然后从小到大 就是这样把我们洗脑 大家知道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 你相信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Chinese Taipei 请问他上面有写台湾吗 没有齁 但是这个图代表我们参加 大家大大小小的奥运 有没有 可是上面都没有台湾两个字呢 中国等于台湾吗 不等于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吗 不等于 结果这个可以代表台湾 参加这么大大小小的奥运 以前啊 没有来台湾民政府 我真的没感觉 跟我什么关系 我一点都不关心 现在看了之后 你再回去看台湾以前很多的历史记录 你才会发现很寒 原来我们住在台湾 喝台湾的水吃台湾的米 都没有真正关心过台湾这块土地 裁军 行政院废止案 平潭岛建设 国共和解 都代表了什么 你上网打 就会看到 裁军 一个正常的国家 需不需要军队来保护 要不要国防 正常的国家是需要的 为什么要裁军 没有理由啊 因为美国跟他讲 不好意思 你让人化痕啊 你要走啊 你要离开啊 可是他要离开 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如果在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规定 一个流亡政府 他如果拥有自卫队超过12万人以上 他就在国际间称为恐怖组织 所以 赶快裁军 不然他在国际间就成为恐怖组织 在台湾征兵是非法的 所以要裁军 所以新闻在报的 不正常的 报导 我们都要知道说为什么 为什么要裁军 他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啊 因为要离开啊 那你再打 行政院废止案 他不是一条两条呢 你打下去他是啪啦啪啦一堆呢 废止案 随便啊 你点一条进去 总统令中华民国废止 国防部军医组织条例 马英九 将一话 这个都查得到齁 为什么要废止 用不到了嘛 要离开啦 赶快 包包收一收 该做的事情 咱们 永远咧 要走啊 所以像这样的政治台湾 创造一连串的假象 就是我们看不看得懂而已 我们看新闻喔 我们要会看 而且 真的知道 什么样的事实 我们要去查遍 看到这一则新闻 有看过吗 平潭岛建设 这个喔 原本平潭岛 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两三年的时间 就想要复制一个台湾耶 那要砸多少的钱 台湾喔 现在是不是还很多人 在抗议那个核能发电 台湾用电用核能 他们的这个平潭岛 他们自己要回去的家乡 用风力发电 用一些喔 环保的发电 结果拿的钱是谁的钱 台湾人的纳税钱 去建设他们自己的家乡 短短两三年间喔 起到多漂亮 建设台湾 慢慢去啦 建设自己的家乡拿命盖 啊这个 很厉害喔 我爸爸喔 他也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可是我当初跟他讲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没什么相信 结果有一天喔 我们在看电视 看到这个平潭岛 我就给你问一个问题 我说 爸我给你问喔 台湾人为什么可以去到 中国当官 平潭岛是中国啊 福建嘛 那边 为什么 新闻报 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 我爸怎么回答我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 我赢了齁 我爸也不知道齁 终于 他就跟我讲说 我也感觉奇怪 所以我爸那天啊 我放了一张宣传单在桌上 他就问我说 欸你们那个旅行证件怎么办 我也来办一下 有厉害嗎 这就是 事实 甚于雄辩齁 你看到的东西 你就要知道说 你要有疑问啊 那有可能 除非 是怎样 我们要变成中国的吗 更有可能 我们从来就不属于中国 那有可能变成中国的 所以这个是平潭岛建设的蓝图 很漂亮喔 所以看到这个建设蓝图 又觉得在台湾做的建设是过分的 那拿的都是我们台湾人的钱喔 那中华啊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他有没有办法保护我们本土台湾人 大家之前有看过一个那个越南大暴动 有没有 那个新闻也很大 越南大暴动的时候 中华民国 他发了一个贴纸 请贴在胸口 我是台湾人 那应该人就不会跟你打 有可能 就发贴纸齁 这就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那这个咧 这个是 太阳花学运 闹得沸沸扬扬的 有没有 攻占立法院 这个是 学生被冲倒在地上喔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可是呢 EKFA 福帽 請問 他的条约有没有人看过 我们的学员 有一次有一起 一个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来上课 我就问他 我說 你参加太阳花学运反福帽 你有没有看过福帽的条约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烦什么啊 我就爱台湾啊 我说你爱台湾 福帽里面 从头到尾都没有台湾 两个字 你是要爱台湾爱哪里 福帽EKFA 从头到尾都没有台湾 他们是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国共和解案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没有去看条约 你就去抗议 还这样子 这么可怜 所以 人很容易盲目 别人 喊搭喊打喊杀 我们就跟着去做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做 你什么 你也要知道为什么 人家的国共和解案 自家兄弟和解案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所以 他们真的要走了 我们要很清楚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他要离开台湾的一些真相 2015年 秘书长都讲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执政年 秘书长有说过 他说 现在 日外的这些人 你都很有福报 因为台湾民政府 已经打拼了很多年 革命了几年 可是你们今年进来 台湾民政府 今年就可以看到 见证 历史的转变的这一刻 有没有觉得很荣幸 这真的就是有福报 所以啊 我们要知道 重要的时光 我们要怎么去导正 你想 我之前都会想说 我 在台湾中 你可以见证 这历史的转变的这一刻 我们觉得很荣幸 而且你想 如果台湾民政府执政 我们结合东西方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东西 来运用在本土台湾 我们 我们以后 不要贪污 好不好 不要官商勾结 好不好 我们那个清静啊 不要再一直盖了 那个包包封在土石流 就这样子 死了多少的人 我们不要再因为 财团 还是什么 的一些利益 就 那个贿落 然后我们就再让他盖 工业区啊 已经一大堆荒废在那里 都没有使用 可是因为 各种的正向利益 还要再把水土保持区 然后再拿来再盖工业区 有没有很过分 我们把这些以后 交给国土交通省 规划好不好 大家依照自己的常才 然后在今年 能够为台湾这个社会 做一点点有意义 有贡献的事情 我们来改变这样的观念 然后来行动好不好 天使啊 没有理由战胜不了二 只要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我们就会有希望 有没有信心 好 今天的课到这里 谢谢